为了援助尼泊尔震灾 不只在灾区的搜救人员跟时间赛跑 远在清理之外的一群人也把握分秒 竭尽群力 他们是美国的慈祭志工 在厄亥厄州的哥伦布市 以及新泽西州的雪松林市街头发动募款 慈祭人以最柔软的身段 目求每一份爱心 感恩 谢谢 感恩您 谢谢 谢谢 超市外慈祭志工的呼喊声 此起彼落 不同的语言代表着 来自不同族裔的爱心 我们只是想祈祷 帮助他们 所以他们能够更好 我们听到我们很关心 对 我们要看新闻 对 希望大家一切都好 尼泊尔今天灾难 慈祭在美国发动募款 但捐款尽头的背后 其实往往是漫长的等待 今天的人可能也比较少一点 所以募款的成绩没有以往的好 但是我们还是很努力 我想救灾并不分说今天是为哪一个区域的人民 或者是为了某些事情在募款 那我们就是尽心尽力这样子 竭尽全力的志工不止在新泽西州 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也能看到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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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尼泊尔地震牵动全世界的爱心 慈祭人正与时间赛跑 戴新闻 美国报导